所以本席希望你救其大者而不花這種取寵 好不好確實掌握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 去發展出好的政策 我簡單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個少年online計畫 15歲到19歲 就是防止他走路幫派吸毒品或者八家醬 但是因為我們預算所限 對不起你把八家醬污名化喔 不是啦 我們內門 我們內門宋江鎮才剛剛 我是說有一些有一部分 主委主委來來說清楚 怎麼樣 引導 年輕人走路八家醬是壞事是不是 有一小部分的人輕人 他實際上加入八家醬 他在學校就是變成霸凌的那個 所以八家醬跟霸凌又有關係 你有多少統計數字 來你的統計數字拿出來 有多少統計數字是這樣 告訴我你看到哪一篇報告了 這個很嚴重 這個很嚴重 就是我們 比如說這兩個不是畫等號 但是呢有一些年輕人他因為錯學之後 因為在你的藍圖裡頭 他是問題你才會脫口而出 因為確實有些八家 但是 有一部分 撐腰 然後他就變成在裡面 所以校園霸凌背後是八家醬撐腰 你給我一個數字 否則的話你這樣的污名畫很嚴重 我知道不能畫等號 但是有一小部分 你知不知道觀光局才剛剛補助了250萬辦全國的這個宋江鎮藝術節 剛剛才辦過喔 剛剛才結束喔 對 吳敦義院長還去參加喔 對 八家醬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傳統民俗 傳統民俗藝術 非常重要 所以你還是老毛病 主委 千萬記住 在這裡不能信口說出沒有具體事實 或者是憑你的印象在這裡說出來 你今天是政務官喔 你又犯了一個大錯 你剛剛講那個什麼叫社工去替你們做什麼負責 社工不是你能指揮的 然後你現在這個一萬個工作機會寫進來 剛剛也證明你根本連那個工讀什麼兩個月幾個月 你都還不知道 條件制度都還沒有你就把它寫進來 你現在又把八家醬這個事情一下子一句話 把它打成跟霸凌或者是校園犯罪連結 一小部分 有沒有稱為顯著的議題嗎 曾經有過相關的報導 我們會我們會要求要求主委你就這些事情要拿出具體的具體的數字 謝謝